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现在正是浓忙的好时节 在江家的小院里,此时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小贱人,别在这里给我装死 今儿个你就算是死了,你也得给我嫁 那王氏恶毒的,看着躺在炕上的妓女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 江笛子被这个嘲惹之声给惊醒了 她只觉得头痛欲裂 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那破旧的房梁 顺着坑坑派派的墙上往下看,是破旧的被褥 在这四周围,四下里一打量 就见一个一身黑衣,身材肥胖的中年妇女正怒眸在对着她 这是哪儿 江笛子被吓了一大跳 她怎么就不记得这是在哪儿了呢 王氏就认为江笛子是在装傻,心中更加的火大 她立即就要伸手过来打江笛子,嘴巴里还一边的嚷嚷 我让你装傻,我让你装 这一下子,江笛子完全有些傻眼了 这是谁,怎么一言不合就要动起手来了 她伸手就挡开了那王氏 可是就这么一挡,她便看到自己那干枯粗糙的手 而后,她又惊慌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傻眼的 一声刺耳的尖叫,江笛子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没错,她穿越了 而后,有大量的记忆涌上她的心头 她想起来了,她叫江笛子 一个农户人家的普通女孩 这个要打她的人呢,就是她的后娘 要将她嫁给一个傻子 前的江笛子一气之下,上吊自杀 被救下来之后,自己就穿越而来 你会叫什么呢,那个小贱人 那王氏拿着扫炕的条着 一边向着江笛子就打过来了 江笛子从小就受尽了这个后娘的气 躲开她的条着,她瞪着王氏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打死你 我好心好意地给你找了一家好情事 你可倒好,要死要活的 那王氏指着江笛子大声地吼着 原来嫁给傻子是一件好事 那你怎么不让你的那个闺女嫁给她呢 这么好,让你女儿嫁呀 王氏和前夫有个女儿 比江笛子还大一岁 后娘进门得早 江笛子和这个姐姐姜梅子是一起长大的 可是没少受了她的欺负呢 听到江笛子这么说 门一下子就被推开了 就见那江梅子走得进来 很大声地并说 我呸,那个小贱人 你才嫁给那个傻子呢 瞧见了没有 你女儿都知道那不是一个好人 你还想骗我 江笛子指着江梅子 就冲着王氏问 那王氏心是一愣 以前老实软弱的江笛子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她也立即就说 你个不要脸的 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眼 怎么 你这还要自个儿出去找个野汉子呀 你出去溜达一圈 没准你能找到一个 那江笛子很不服气的就说着 对于这种心思恶毒的人 你也不用给他留脸子 那王氏一看 这江笛子都敢这么说他 这不是要翻了天了吗 立即叫上抗去揍他 江梅子也要过来帮忙 不过这两个人都太胖了 没有江梨子那么灵活 江梨子几个闪身 就跑到了院子外头 一出门 就看到自己的爹江大山 正坐在牛棚的旁边 巴搭巴搭地 在抽着汗烟 一句话都没有说 而江梨子的亲妹妹 江杏子也站在一旁 十分害怕地 正看着这一边呢 你个死丫头 你还敢跑啊你 那王氏拎着烧火棍子 从上方就追出来了 江梨子现在心中火大 如若不是原来的江梨子 太瘦弱了 他根本就不是王氏的对手 他定然地要修理修理 这个后娘 不过现在 他也是没有力气的 就只能是干瞪着王氏 哟 出息了呀 竟然还敢瞪我了 你个老不死的 你瞧瞧你那闺女 这简直是要闹分天了 江大山没有说话 他还是在抽着那烟袋 王氏心头火气就更大了 他挥舞着烧火棍子 向着江梨子打了过来 不过 他的心里十分的好奇 这个死丫头 怎么突然之间 转的性子了呢 江梨子虽然很灵活 但是他的身体条件太差了 就只是跑了那么几下 便觉得眼貌金星 刚一停下 就被王氏一棍子打倒在地 江梨子直接地摔倒在地 血腥味一下子 在口腔当中蔓延开来 那江大山没有动 但是江兴子却冲了过来 他拼命地拽着王氏的胳膊 他想靠着自己微薄的力气 能够救下姐姐 王氏心头有气 就那么一甩 便将江兴子给甩倒在地 他拿着烧火棍子 就要向着江兴子挥打而过 别打了 我家 江鼻子极其虚弱地便说道 身体当中残存的本能 让他对这个妹妹 还是无比疼爱与心疼的 她是这个家里 唯一护着自己的人 看着江兴子那枯黄的头发 瘦小的身板 过得应当是十分的艰辛 怎么能够让他 为了自己在这里再挨上一顿打呢 这是其一 其二是 江离子失望透了 自己的那个老父亲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在打自己的女儿 可是他一句话都不说 都说有了后娘便会有了后爹 这还真的是啊 在这家里也是受尽的欺负 那倒还不如家人呢 嫁一个傻子就傻子吧 至少也不会欺负自己 哼 算你识相 那王氏冷哼了一声 一个转身进到了屋子 江离子心中暗骂 可是现如今他没有任何的能力 可以跟王氏相抗衡 他也只能是暂时地忍一忍了 三姐 你怎么能够答应他 那江性子虽然只有十四 但是他也明白 江离子要嫁的是什么样的人 没事的 车到身前必有路 你不必担心 十天之后 这门亲事说定了 江离子就以五两银子的价格 嫁给了东河村的那个傻子 李成 李家也不是个什么富贵的人家 来接亲的是牛车 离子就觉得还是不太真实的 我就这么嫁人了吗 紧接着 有人掀开帘子进了屋 江离子 江离子看到自己的傻子向公李成 他生得倒是好看 浓黑的眉毛 眼睛也很大 棱角分明的脸庞 如若不是晒得有黑 就这么样 还真的像是一个大家公子呢 吃 那李成只说了一个字 就将手中的几块点心 递给了江离子 江离子看出来 他是有一些呆呆傻傻的 不过良心倒是好的 还知道自己没有吃饭 只要他不是一个暴力的傻子 其实这也挺好的 总好过要找一个 今儿个打骂 明儿个吃喝嫖赌的 谢谢 江离子说了一句谢谢 李成听了仿佛有一些惊喜 他咧开嘴巴 呵呵地笑了两声 离子 饿了吧 来 快吃 你这孩子 拿着几个点心管什么用啊 那新娘将饭碗递给了江离子 对李成说着 李成咧开嘴巴 含含吼吼地呵呵一笑 他站在一旁 就那么看着江离子 江离子倒也没想到 自己的这个婆母会这么好 一般的婆母 那可是要给媳妇一个下马威的 她这还亲自给自己端了饭菜 谢谢娘 快吃吧 这些个菜可都是我留给你的 这可不是剩下的啊 一直都在锅里热着呢 嗯 娘 她摸着碗果然还是温热的 于是她开始低头认真地吃饭 呵呵 新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再然后她就出去忙别的了 而李成则是坐在了炕边上 她看着江离子在吃饭 江离子吃完了饭 李成就将饭碗接了过去 不一会儿的又端着一碗水进来 她这人虽然傻 但是她极其的细心 江离子接过 小口小口地喝着 你可不长眼哪 看不见我酒没了 不知道给我倒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院子当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叫骂 啊 这是谁啊 这么霸道 江离子做猜测着 这个人应该就是她的公公 李老三 在未成婚之前 她也曾经有听邻居婶子说起过的 这个李老三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才捡到了一个抱着孩子 饿得昏倒在路边的新娘 这才总算是有了媳妇 那个抱着的孩子 就是李成 一个小孽畜 倒酒还倒傻了 江离子心中听得有气 可是却也没有听见 这个家里有其他人在管这件事情 那小姑娘也当真的是够可怜的 倒酒还要被打吗 爹 吃饭了 那李老三含声如雷 睡得还是那么沉 这是武坚喝的酒还没有醒呢 近礼百没有叫醒那李老三 新娘上前去推了推 一边又说道 当家的 吃饭了 她不吃我们吃吧 给她留下一点 李子 多吃点吧 你太瘦了 嗯 嫂子 你是新媳妇 快点回屋歇着吧 作为新婚的媳妇 江离子的心中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会发生什么 她都知道 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她还是会紧张 也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 她躺在那里 看着房顶 在想着事情 李成上抗之后就睡下了 不一会儿的 她便睡着了 那江离子就笑了 自己之前还在担心 还在紧张的 结果 李成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做夫妻 看来是自己多心了 睡到了半夜 江离子 就被那吵闹之声给惊醒 迷迷糊糊的 她就坐起来了 你他妈的 你个小娼妇 我可醒了 你都不知道给我拿点水 我要你干嘛 还不如当时 让你饿死在路边上 如今我给你傻儿子 娶了娘子 你还不好好伺候我 梨子 李成黑暗当中 看着江离子坐起来了 她也就迷迷糊糊的 跟着坐起来 喊了这么一声 喂 你有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爹三马娘 嗯 可这是不对的 若是爹在打娘 你就要护着娘 你知道了吗 李成很听话的 就饿了一声 从来没有人 对她说过这些话 爹不能打娘 睡吧 江离子又说着 这种情况肯定是早早地就有了 也不是自己能够一天两天就改变过来的 第二天一大清早 江离子就从公鸡的提名声当中醒了过来 穿上衣服 她走到了院子里 一股夹杂着那草木清新的空气袭过来 让人心旷神怡的 哟 梨子 你起来了 娘 我起来晚了 没事 没事没事啊 昨儿晚上吵着你了吧 不是的娘 没有吵到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李家家贫 这个李老三又是一个好吃懒做的 自从两个儿子长大 李老三就再也没有去下过庄稼地 什么活也不做 有点子银钱就买酒喝了 这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的 老三媳妇 你家那个天沙的傻子 把我们家的玉米都给收了去了 你看看怎么办呢 哎哟 嫂子呀 快快快 进屋进屋 咋的了这是 你就说吧 你怎么办吧 你家那个傻子 把我们家的玉米都给收了 好家伙 我们这辛辛苦苦重的 这都是成立了你们家的了 哎哟 是吗 那这孩子 没事没事嫂子 他收了你们家多少玉米 我给你背回去 那新娘连忙解释 刘世一副绝不罢休的样子 又冲着那院子里大声喊着 老三 你还不死出来 李老三听见嫂子喊他 立即地走出了上房 满脸带笑 以往嚣张的样子 全然都不见了 果然是一个窝里横 嫂子 老三哪 你大哥没在家 你可不能让傻子欺负我们 那姜连子听到了刘世一口一个傻子 这心中便也有一些感到特别的不舒服 李承他虽然是傻 但是他却极其的善良 就你那样子的 谁敢欺负你呀 在这说了 婆母也都说赔了 又都是本家的 何必要闹成这个样子 正说着呢 就近李承和李白两兄弟推着独轮车 从那亭里面就回来了 车子上是四袋子玉米 一早上搬回来的 刘世插着腰并说道 就是这些个 这个傻子弄错的 赶紧的推我家里去 大伯娘 这是我们家的 我呸 那刘世对着李白呸了一声 而后指着李承 你知道什么呀 这个傻子又知道什么 没弄错 李老三也是低骂了一声 你个死傻子 什么也干不了 如若不是这个傻子是长子 还没有娶妻呢 他的儿子 却也没办法再来娶妻 他也不会给他娶媳妇的 李老三又对着刘世 满脸堆笑的说道 嫂子 我给你退回去 说完之后 他上前去 就去推那几袋子玉米 新娘听见两个儿子 都说没有 这心中便有一些疑惑 嫂子 要不让我们去看看吧 是不是您家的弟 一看就知道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骗你了 是吧 赶紧滚回屋子饭去 新娘摇了摇头 当家的 咱们还是去看看吧 这几袋子粮食 足够咱们全家人 吃好酒的了 新娘不听自己的话 李老三就火大 他上去就一脚 将新娘给踹了一个量枪 差一点的摔到那 别打我娘 那里程上前 横在了李老三和新娘的 面前说着 他记得 娘子梨子曾经告诉过他 不能打娘 那李老三一听 心事一愣 而后就给了李成一脚 一边踢还一边骂 你个孽障 你敢管我的事了 爹 有话好好说 你个负责人家知道什么 赶紧回去 将李子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李老三 他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 家里横得主 这刘氏上门要玉米 他都不敢去核实 是不是收错了庄家 并直接的就要将那玉米给人家 想着稀释宁人 爹 我娘他说的对 这件事情不能就给大伯娘一个人说了去 还是要去看看的 那江梨子倾笑着 他不认为稀释宁人能够解决问题 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的欺负人 李老三还没等说话呢 刘氏的三脚引一动 他指着江梨子 你知道个什么呀 你这是说我说瞎话是吗 你有没有说瞎话 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如若真的说错 我们赔给你就是了 但是这也要看看的吧 哎哟 老三呢 怎么回事啊 你大哥这不在家 我俩儿子可是自家呢 怎么 想着要吞了我家粮食 你们做梦去吧 那刘氏跳着脚 就指着李老三的鼻子破口大骂 就这么一吵嚷的 并由左邻右舍跑出来瞧热闹 这刘氏仗着老公在镇上 做了那么一点子买卖 自己又有三个儿子 平日里可没少欺负人的 知道他品行的 自然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便有人说道 老大媳妇 这事啊 新娘说得对 怎么着的也得看看吧 隔壁的王婆子也点头 就是啊 走走走 咱大家伙儿一起去瞧瞧 那不就知道了吗 众人就这么一起哄 刘氏是不去也不行了 不过他的心里却早早的就有了盘算 反正他们两家的地是挨着的 边界在哪儿 村里的人可并不知道 江离子自然也要跟着去的 到了自家和刘氏挨着的地头的时候 那江离子就看出来 这事儿不对劲 分家的时候 老大和老三 一人八个笼 可是 这李老三的地 每一笼的都十分的狭小 但是李老大的笼 却极其的大 这是不断的在种地的时候 向李老三这一边拥挤过来的 新娘看了看便说道 嫂子 这成二败的 可是俺们自家的玉米啊 瞎了你的狗眼了 这是俺家的 分家的时候 一家八个笼 嫂子你叔叔啊 你胡说什么呢 俺家是九个 你家是七个 那刘氏的心中打好了算盘 今日不但是要讹诈 老三家的玉米 他还要要过来一笼地 反正他家里也没有成器之人 不敢闹大 李老三挠了挠头 嫂子啊 这确实是一家八个笼 虽然说他并不敢招惹嫂子 可是李老三却不是个傻子 他自然不会想着要将自己的土地粮食给了别人 那刘氏一听 便开始发挥破缝骂街的水平 他跳着脚就指着李老三破口大骂 那可真是什么难听就骂什么 完全不会顾及有这么多人的看着 这些跟着看热闹的人 毕竟不是李家的人 两家具体怎么回事 他们也不清楚 虽然说 这心里也觉得李老三一家没有说谎 可是却也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姜李子听不下去了 反正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 这泼妇怎么闹腾可就是他自个儿的事了 这种人也不是一个讲道理的 对于不讲道理的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 娘 咱们回家吃饭去 姜李子上前拉着有一些发抖的新娘说着 让刘氏自个儿在这儿闹吧 李成和李柏见姜李子他们走了 于是便也跟在后头 看热闹的人也都是有事情要做的 自然也慢慢地散去 只有李老三不敢走 一直在那里听着刘氏的叫骂 直到刘氏累了 回到了家中 姜李子便让兄弟两个将那玉米 放到东乡房的西屋里 以那刘氏的性子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分家的时候说得好好的 一家八个龙 这怎的他非得要赖过去一个呀 娘 您刚才也看了 确实不是阿诚弄错了不是吗 今娘还没有开口呢 那李柏就先说着 姜李子极其霸气地就说道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是我们的弟 那么他就赖不去 想着要讹诈门也没有 咱们先吃饭 一会儿还要下地干活呢 吃我的喝我的吃饭都不等我 天煞丧良心 咋不添雷劈死你们 爹 我给您留了饭菜了 你个贱丫头 老子话没说完你敢插嘴 爹 您这在外头受了气了 回家拿我的妹妹撒气 有您这样做爹的吗 李柏和李澜看了一眼嫂子 眼神当中满满的都是佩服之色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是被卖到我嫁的 我给你点脸了 你敢对我大呼小叫 呸 我看您是一个长辈 我已经足够容忍了 可是到底是谁给脸不要脸 李老三已气炸了 他想着要动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外面响起了一阵叫骂的声音 李老三 你们给我滚出来 收了俺家的玉米 这也为没事了吗 李老三顺着支起来的窗户一看 吓哟 吓得他立即的上了炕 将离子鄙视的看了一眼李老三 对着李承和李柏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同自己走 我告诉你们两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如若是有人欺负到了家门口 就算是死了 也一定要将他们给打出去 如若不然的话 那可真的是一辈子等着受欺负吧 李萨 要不找 找李正吧 找你爷 不 不找 他们不是想着要玩黑的吗 这次要是找了 他次次的欺负你 难不成的要一直找人吗 娘没事的 打死了我 他们偿命 打死他们 我来偿命 砰的一声 那刘氏看着江离子 一脚就将门给踹开了 他带着李承李摆 手中拎着东西就走出来 这气势还瞪真将那刘氏给吓了一大跳 我的天哪 怎么这一家人今日有了血腥呢 今日如果不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你还真不知道你姓傻了 你个老赖贼啊 今日如果要是让你能够从我家中拿走一厘米 我就跟着你姓 你还好意思出门了 你让你爹把你卖给了一个傻子 你那脸上好有光啊 换成这有脸有皮的早就一头撞死了 你胡说 哼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都好意思啊 作为一个长辈 你张口闭口的傻子娼妇 你也真配别人叫你一声大伯娘 你还有脸来讹诈我们家的玉米了 你是穷死了吧 你没饭吃了是吧 那刘氏气得差一点一个扬倒 他嗷得一声怪叫 便向着那姜梨子抓拢而过 而后一片混乱 那众人的围观里 全家就将刘氏和两个儿子打出了院子 你们给我等着 就等着你回来呢 你来一次我打你一次 不到一个时辰 傻子李成的媳妇大战流逝的话 就在这整个村子里传开了 听到的人无不惊呆了 姜梨子在东河村一战成名 嫂子 你真厉害 弟弟可记住了 我们不能够欺负别人 但是也绝对不能让别人来欺负我们 李柏特别坚定的就顶顶头 只有新娘是有一些害怕的 她还在不断的发抖 李兰便说道 以前我大哥好的时候 谁也不敢欺负我们家 姜梨子一直以为那里程是先天就傻 这么一听 他联盟便问 以前你大哥他没有这个样子吗 没有的 以前我大哥总是到山里面去打猎 我们家那个时候的生活可好了 可是有一次 大哥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就跌落到了山崖 三天以后他自己回来 从那个时候他就傻了 姜梨子的心中一喜 如若不是先天的 那么还是有可能会治好的 不过以后有嫂子了 我们再也不会被欺负了 以后你大哥和你二哥 就是我的哼哈二将 你嘛 就是我的镇前女将军 谁要是敢惹我们 我们就跟他们斗到底 姜梨子已经想好了 不但是不再受气 还要不再受穷 他要带着他们发家致富 笨小康 现在他们又多了一条目标 那就是要治好里程的病 而他要更加的努力才是 你个丧门星 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 人家爷们打起来 娘子都劝着 你呢 你还让你爷们去打人 你知道得罪的是什么人吗 那不然呢 爹觉得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 把玉米给他们 把爹也给他们 那是不是咱们家的 爹您的心里没说吗 你怎么和我说话呢 你个贱婆娘 赶紧把你儿子这个娘子给秀回去 他这个惹祸惊 你等着大嫂子来把你打死吧 这七出之条 只是不知道儿媳妇犯了哪一条呢 虽然对于这个大社会背景 了解的并不多 可是姜梨子 她知道在这个年代里 男人修妻 也不是可以随便就修的 而是要有七出才可以 你不笑 你忤逆 像这样的人 也配让自己笑 姜梨子不想在李老三这里吵架 拿起了一个窝窝头 一边吃一边就说道 哼 那您呀 就去跟我爹说去吧 不过呢 我后娘可是很厉害的 可别回头了 给你再抓换了脸 哼 吃过了饭 几个人就下地准备 要到地里干活了 当然李老三 他是从来不会做活的 里里外外 都是新娘和孩子们的事 我推你 嗯 不 我走着就成 这可真是娶了媳妇 就忘了娘啊 这一路上 自然的是被指指点点的 是自己的泼妇事迹 已经传遍了全村了吧 不过这样也好 让想欺负他们的人 在欺负之前 也要考虑考虑的 干农活也是极其繁重辛苦的 将梨子的心中暗暗发誓 他一定要致富 这么干下去 人可真的就废了 梨子 洗脚 嗯 李承满里的纯真 就连引经 也都是清澈单纯的 犹如孩童一般 看着自己 就像小孩子 在看着喜欢的布娃娃 喂 以前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李承听不懂 那太复杂的话 他只是呵呵的在笑 嘿嘿 或许这样也挺好的吧 哎娘子 你们家的娼妇和小畜生 敢欺负你嫂子和侄子 我今天弄死你们 大哥 这和兄弟没关系啊 是那两个小兔崽子 这一大早上的 你是要弄死谁啊 我管你是什么亲戚长辈 你根本就不值得尊重 脱皮无赖 我也一样的生死看淡 我一定要和你刚下去 给我删他 删死他 谁敢打我嫂子主意 我和他拼命 呸 有你个小孽障什么事 滚回屋子去 让你打拨打死 这个嘴贱的小贱人 不能打 不能打 一群丢人现眼的东西 这是干什么 爹呀 这李承他终究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人 昨儿个把你这俩孙子都给打了 今儿个相公上门讨个说法 他们还要动手呢 伪杀承儿 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人 哎呀 他姓什么 恐怕只有三弟妹才知道吧 哼 别是三弟妹 连自个儿都不知道呢吧 哼 哼 他叫李承 你姓刘 要说不是我老李家的人 我看你倒不是 爹 你说这老三娘太欺负人了 把他们母子都打了 我若是不来问问 这别人不得笑话死我呀 是我对不起大哥了 是兄弟没有交好几个孽障 大哥别生气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 受了欺负 连句话都不敢说 爹 你怎么还说他受气了呢 你是真当我老了 还是眼下了 那弟是你家的吗 那玉米是你家的吗 你那媳妇上门闹事 可不活该的 你可不要脸的 爹说的是真的吗 你敢骗我 这老三可是我的亲兄弟 爹呀 我也是让他给骗了 冤枉老三了 您老别生气 行了行了 还不滚回去 在这儿丢人欠言的 谢谢爷爷为我们做主 那林老爷子 打量一眼江梨子 江梨子昨日的事迹 他全部都知道了 都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丫头 行 是个能过日子的 爷爷还挺厉害的 是啊 你爷你乃 都是公正讲理的人 你二伯呢 也是一个懂得礼数的 可 可怎么就你大伯和 唉 别死 别死 将笛子 见他这个样子就知道 他一定是在雷雨天当中 受到过极大的刺激 亦或者是雷雨天气 让他有特别不美好的记忆 没事的 你别怕啊 他用手轻轻地 拉过了李承的手 就想着要给予他 一丁点的安慰 李承则是顺势地 钻入到江梨子的被窝 紧紧地 就抱住了江梨子 他的身子 还在不断地发着抖 不过看起来 倒是冷静了很多 李承 睡吧 我陪着你呢 李承 昨天晚上打雷 程儿没有害怕吧 相公他为什么怕打雷啊 唉 这孩子那一次进山 就是赶上了雷雨天呢 在那雷雨夜里 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了 他差一点都没了命 一直于到了现在 当真的是害怕打雷 娘 咱们赚钱 给相公治病 饭之后 新娘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的 他回来告诉江梨子 他找到了一些散活 是要去给庄上的 王远外家摘梨子 一天一个人给三十文钱 还能管上一顿饭 虽然都是一些小钱 但是江梨子却并不嫌少 他作为一个现代的穿越者 赚钱的办法有的是 但是他没有本钱 他需要先攒上本钱为好 就要树上的都好好干 我家还有几十亩的黄豆没收 干得好的摘完了梨 就去收黄豆 昨夜的雨很大 很多梨子被打落在地上 有一些磕碰着了 而这些个 一般都是做工的 捡回来吃 王远外从来都不管 整整三个布袋子的破梨 梨子呀 这吃不了也得坏了 这放不住啊 没事的娘 我有办法 至于这个办法 那就是他要做梨子酒 试一试到底有没有市场 他想看看 能不能赚来第一桶金 还知道回来啊 你们娘们几个 吃饱喝足了 这不管我死活了 你们有张手啊 做了一家之主不去干活 还要等着干了一天的 活的人回来给你做饭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 手子 切这么多的梨干啥呀 自然是要赚钱呀 等到我做出来 你就知道了 嫂子 你这是在酿酒吗 对啊 家中有空的酒坛子 不过就是浪费了一点粮食 等着我要试一试去卖一卖 看看能不能卖出去 那些娘连忙就往着窗外望 很小声的 噓 可千万别让你爹知道了 嗯 放心吧娘 哇 真香啊 娘 你尝尝 哎呀 这我能喝吗 哎呀 你别说还真是挺香的啊 那将梨子抿了一小口 嗯 入口酒香醇厚 这味道还当真的是挺不错的 梨子 这都是谁教的你啊 娘 是有一次一个南方过来的货廊告诉的 而这个理由嘛 纯属就是瞎兵的 也算是能让人幸福的一个理由 总不能说 这个就是我前世的记忆吧 那岂不得把它当成是妖怪了吗 嫂子可真厉害啊 李承在一旁呵呵的傻笑着 自家娘子的确是真的很厉害 我打两葫芦酒 给我爷送过去 爷爷奶奶 我来看你们了 哎呀 梨子来了 快快快 进屋进屋吧 嗯 奶 这是我给爷爷拿的酒 你这孩子 这不年不节的 花钱干什么 哟 这是什么酒啊 怎的这么香啊 这酒真不错 丫头呀 这得花多少银钱呀 爷 这是我自个儿酿的 啊 此话一出 老两口自然是满眼的不可置信 互相看了一眼 哎呀 我的梨子呀 这真是你酿的 是娘子酿的 你这手艺 可不比城中那些大酒商酿的差呀 爷以前 在洛阳城做掌柜的时候 可是喝过好酒的 但是这种真没喝过 真的吗 爷爷 您可别是夸我 你爷这脾气呀 他啥时候知道夸奖人了 他呀 说的可都是心里话 奶也觉得好 奶也觉得好喝 爷 那你说 我要是坐上一些到镇子上去卖 可能卖得了了 别说镇上 有时城里也是能卖的 那可太好了 我们家地少 马上就要入冬了 今年的粮食都不一定能够吃 但到明年开了春 我一定去卖这试试 我是真没想到 你个丫头 我真厉害 还有点本事 这小丫头宁执出来了这样的好酒 并没有得意忘形 还想着这家中口粮的问题 思路周全 难得难得呀 就是他那几个儿子 同样也都是比不上的 以后也想喝什么酒都要 那李老爷子真的是乐呵了 话儿同事也多了 李承也很开心 越看娘子 越是心中觉得娘子好 一定要在今年 攒够了明年初春的第一批酒的钱 这是我老李家祖坟冒经验了 行 行呀 成儿娶个好媳妇呀 回到了家中 姜李子就开始犯难了 如今秋收季节已经过去 就是村中的男人 也大多都是待在家里 这银钱当真的不好赚 那么他又该做点什么呢 家里的地很少 如若明年酿酒 姜李子还要买地 而这地就更加的值钱了 夫家很穷 娘家也很穷 这个爷爷家呢 同样的地也很少 没有银钱 就是借个本钱 那都是相当的难的 李总 没事 什么也难不倒我 但明儿个 咱们到镇子上 将这剩下的酒都卖了 我也想着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商机 次日一大早 李承推着大半盘子的酒 就同姜李子和李兰 一起去到了镇上 卖酒了 尝一尝自家酿制的李子酒 各位娘子 李子酒我怎么没听过 这是我投南风货郎学的 咱们这里可没有 稀罕着呢 要不您打上一点尝尝 等到以后有了规模了 我要自己烧制各种的酒瓶 高中低端的 必须全部都有 第一壶酒卖出去了 就不会愁后面的 到了后来 有很多的人都没有买上呢 而且还有在问姜李子 什么时候再来卖的 本来也没有酿制多少 剩下的半坛子李子酒 卖了有五百文银钱 虽然说没有分家 大家伙赚的钱 都是要放在一起的 但是姜李子知道 这个钱如若是给了婆婆 那么也就是给了李老三了 又要被李老三胡乱的花用 于是将李子自己悄悄的 就放起来了 娘 该去腌酸菜的时候了 李子呀 你在说啥呢 这里没有酸菜呢 不会吧 真的不会吧 正愁着冬季里怎么赚点钱 机会就这样的找上门了 娘 你们平日里不吃酸菜吗 你这孩子 这菜酸了 那还咋吃啊 嫂子 我们可没有吃过 娘 我会腌制酸菜 要不然我给你们做一些尝尝吧 也是我同货郎学的 新娘笑着顶头 自个儿这个儿媳妇 可真的是很聪明 她喜欢做什么 新娘一般也不会管她 兰儿 来给我帮帮忙 嫂子 这菜酸了 能好吃吗 放心吧 肯定很好吃的 酸菜是很吃油的菜 要准备明日到镇上买一些肉 想不想吃肉 李子 吃 好 那我们明天去买肉 这肉并不便宜 将李子可不舍得花钱 她只是撑了半斤肉 你个孽障 烦了你了 你哪里来的钱 赶自己去花用 老子给你脸了 爹 这钱是我爷给的 我爷说想吃我做的菜 您也别在这儿骂了 去问问我爷 您不就知道了吗 老三张了张嘴巴 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了 近来 老两口的确的 是经常有过来找孙媳妇 能够看得出 他们很喜欢这个孙媳妇 给点子钱买点肉 那倒是极有可能的 娘 今儿个中午我来做饭 我们吃酸菜 哎 行啊 娘给你打下手 因为要吃肉 那李老三也没有出去 而是走进了厨房 蹬起了监工 你个败家娘们 你就让她祸害东西吧 爹 您这还没吃呢 您怎的就知道 这是祸害东西啊 你爹娘怎么教你的 连公爹都敢顶撞 什么东西 两个败家玩意儿 这个家早晚让你们败了 下次再让我知道 你们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恨我不给你们都砸了 将李子知道 李老三是能够做出来的 这次没给扔了 一是李老爷子要吃 二来呢 是怕浪费东西 今日做出来的 如若是不对他的胃口 只怕下一次 就真的是做不成的 娘 您尝尝 如若是以往 炖了肉 李老三肯定是第一个 冻筷子 可是这酸菜 他没吃过呀 闻起来虽然很香 不过呢 也有一股子酸味 他的心中 还是有一些饭嘀咕 这到底能不能吃 说怎么七老八十了 吃个饭 还有你伺候 别在这显得你的孝心了 趁老了的时候 你也未必滚 嗯 嫂子 你可真厉害 还真的是挺好吃的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那你就多吃一些呀 这个是我和南宾的霍郎学的 咱们这儿啊 还没有人会做酸菜吃呢 李老三 见他们几个人都吃了 又听到姜 李子说 是同霍郎学的 于是他放下心来 大口大口的吃着菜肉 没钱哪个 富到人家 说出这样的话 赚钱 你只能自己多大本事了 赶紧去赚钱 别在这试我的喝我的 李老三虽然是各种的不满意 但是他吃的满嘴流油 还喝了酒 这一顿吃的 倒也相当的美味 家里的酸菜也不是很多 将李子留下了一少半的白菜 剩下的能有三十颗吧 都准备要做成酸菜 李老三上一次吃得很美 有好东西吃 他自然也不会阻止 将李子腌制了半缸的酸菜 酸菜腌制好了 正好是清河镇的赶集日 嫂子 爹又是知道你给骂了 那还留得啊 没事 嫂子知道爹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给爹吃好了喝好了 爹就不闹腾了 咱娘也能跟着少遭一点醉 要是咱们迈着好了 嫂子就给你们多做 爹呀 也能够吃 他能吃多少啊 嗯 嫂子 酸菜 卖酸菜了 十文钱一斤 哟 这都切好了 好吃不 大姐 这个我是从远处来的货廊那边学过来的做法 嗯 蒸包子 包饺子炖肉 可好吃了 爽口还不油腻 刷锅子也行 这秋冬的天气也没有什么绿叶菜了不是吗 你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没吃过 这是新鲜玩意儿啊 行吧 你给我撑上一斤我尝尝 嗯 大姐 您回家尝尝 下个集我还来 您要是觉得好吃 您再过来买 行 盆子当中还有十斤左右的酸菜 那姜梨子并不想将剩下的酸菜带回家 姜梨子就问李兰 兰儿 我想把这些酸菜送到酒楼当中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嫂子举的行 那一定就行 姜梨子就打听到了一家最大的 叫做仙客来酒楼 此时正是午饭时候 这里面忙得热火朝天 来吃饭的人络绎不绝 生意好的让人羡慕 两位姑娘 里边请 小哥 我有事儿要找掌柜的 这是我们刘掌柜 刘掌柜的您好 我这里有一些酸菜 是咱们这边没有的 做法多种多样 我也可以给你试做一些 嗯 我可以先不要赢钱 如若您觉得 这店中好卖了 咱们再来合作 怎么样 一听这话 刘掌柜有点惊讶 他看了一眼姜梨子 平日 都是也有农户 来卖肉蛋菜之类的 看着好 价格便宜 这刘掌柜的也会收一些 只不过 像这么年轻的小娘子 都是不禁地有抛头露面 过来做买卖的 酸菜啊 我们东家走南闯北的 倒是听说这很多地方 很多东西和咱们不一样 这菜酸了还能吃啊 嗯 我给您拿到造坊里去吧 您看看就知道 那刘掌柜的顶顶头 对着那小伙计挥了挥手 小伙计就同里程一起 将那木盆抬入到了造坊 将梨子和刘掌柜的也跟着进去了 这是白菜 是啊 白菜做的酸菜 蒸包子啊 包饺子呀 都可好吃了 炖菜炒菜一行 掌柜的 您先留下试试 等我下一个集 我再过来 嫂子 咱们就白白的给了他们吗 兰儿 这里是大酒楼 赚银子呢 都是按两的 也不差咱们这么百事文钱的 咱们的目的 就是要让老板收下 只要是好吃 掌柜的以后还会要 如若是要钱了 看从来没吃过 未必然是会肯收的 哦 还是嫂子聪明 梨子聪明 那聪明的梨子 今儿个就给你们做好吃的 姜梨子就觉得 既然卖了钱了 还是有必要改善一下伙食 姜梨子不止买了肉 还买了白菜 家中的白菜已经不多了 肯定是不够用的 而且白菜极其的便宜 三文钱一斤 做成酸菜 可以卖十文 如果每一个大吉上 都能够卖上几十斤 赚上几百文 花用 也都是足够的 你个贱人 给我滚出来 看看你的好儿子 好媳妇 这是要气死我呢 这个家谁当家 真是给你们脸了 我真是 那林老三抄起了条件 正在上房的门口 对着这屋里 破口大骂 爹 您连怎么回事也不问问吗 上一次腌制的酸菜 我卖了有二百多文 买了五十斤的白菜 买了有半斤的肉 这剩下的 不是正准备着要给你吗 还剩下二十五文钱 给林老三呢 也就给了 要不然 看他今天这个样子 新娘恐怕 是真的要挨打了 买了二百文 是啊爹 两百多文呢 干嘛的 我才是一家之主 这二百文 你们都敢自己做主了 烦了你们了 爹 我们又买了五十斤 如果做成酸菜的话 还压秤呢 这五十斤 可是能赚的更多 爹 您就别生气了 我给你们蒸包子吃啊 酸菜馅的包子 又加了肉 那味道自然是好极了 就是这瘦瘦弱弱的李兰 也都吃了有三个 江李子尽大家吃得很高兴 他的心里也高兴 他一定会让对他好的人 过上好日子 这一次腌制酸菜比较多 全家除了李老三 都帮了忙了 李老三是一个贪吃的 几次酸菜 他全部都吃得很美 有听说还能够卖钱 自然的也就什么都没有说 小姑娘 你来了 可叛逆了 嗯 刘掌柜的在吗 在在 快进来吧 我就知道 你今天得过来 刘掌柜的 我上一次留下的酸菜 您卖的怎么样了 这位相公是 哦 这是我相公 不过 您同我说就行 那江李子明白 刘掌柜的意思 这是有大生意要谈的 这掌柜的 是想着要找到 能够当家做主的人 此时李承也不说话 他只是看着江李子在笑 那眼神相当的纯真 刘掌柜也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傻子 心中难免有点可惜 这么聪明漂亮的小姑娘 嫁给了这样一个吃傻的 那娘子贵姓啊 免贵姓江 江娘子 不瞒你说呀 你这酸菜第一天 我就都卖光了 还有些客人 没有吃到的 还有些回头客 要来吃的 这咱们镇上 可再没有酒楼 能卖的我这么多了 能做掌柜的 果然都是会做生意的 几句话 江李子 并也听懂了她的意思 很简单 那就是酸菜 相当的好卖 可以大量卖 但是这个生意 只能与他们家做 能做到最大 别处酒楼 可没有这么多的销路 这个是想着要垄断 那就好啊 我今日还又待了一些呢 掌柜的每一天 需要多少 我都能够供应 那这价格 嗯 十文钱一斤 江娘子是聪明人 我也明说了 酸菜我都能要了 你说的十文钱一斤 我十一文钱收 但是这别家酒楼 那自然不会 我们做出来的酸菜 除了自己零卖一些 都给你们这一家酒楼 可以 我们东家不只是酒楼 还有杂货铺 府城还有很多酒楼 都是可以卖的 你今天带了多少 我先要多少 然后我拿去府城 给东家瞧瞧 再给你订个数 你看可行啊 我今儿个带的 也就是六十多斤吧 行 还有上次的 一起跟你算了钱 以后有什么新鲜东西 都可以送来 刘掌柜的给了定数了 那就得需要大量的白菜 咱们今儿个 就先买一些回去 正好又是集市上 就将那钱 全部都买了大白菜 又买了一点肉 一进村 就吸引了整个村里人的目光 这老三家是疯了吧 怎么买了这么多的白菜 这不得吃到烂呀 哎呀 我说老三呢 我瞧着李成和李白 到那镇子上买了一大车的白菜呀 而且还是雇车给拉回来的呢 混蛋 那李老三心中骂了一句 又是不经过他的同意 回去定然要好好的闹上一闹 要不然的话 那这个家可真成别人当家了 不过表面上 他还是那么一副 得意无比的 得意嚣张的样子 这白菜是做酸菜的 好迈 一斤能赚个几文 不多呀 你说站上酒楼里的那种酸菜呀 哎呦 你是什么本事呀 你竟然还会做酸菜呀 怎么不会 酒楼里也是我们卖的 他说完以后 背着双手大摇大摆的 就在人前走过 那可真叫一个风光无限 这辈子 李老三啥时候被人给瞧得起过 现如今 家里可是能够赚银钱了 他能不显摆吗 哟 那个可是镇上最大的酒楼 我也是有听完侄女婿说过的 那酒楼是咱们这儿没有的菜 咱们这样的人家 竟不去那种大酒楼 就他能吹 就是啊 那众人自然是一阵的哄笑 谁也不信 人群当中 李老大的媳妇刘氏 却是相信的 因为他在李老爷子家吃过 李老爷子说 是将梨子送去的 他的眼睛就转了转 赶紧的起身回家 他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办法 因为买了肉了 晚饭自然还是要蒸包子 因为将梨子知道 只有这样 其他的人才能吃到一顶肉 李老三背着双手 脸上少有的带着微笑 晃晃悠悠的 他进屋了 李老三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村里人的尊重 今日他是自个儿觉得 在村里人的面前 他终于的露了脸了 当然很高兴 李老大拎着一葫芦酒 就从门外走了进来 满脸带着笑 距离上一次两家动手打架 没有多少时间 李成虽然很傻 但是他知道护着江梨子 将江梨子护在身后 他看着李老大 瞧瞧我这大侄子 这怎么看着大波 像看着狼似的 您可不就是一匹狼吗 还是一匹笑脸狼 看李老大这满脸带着笑意的样子 江梨子就知道 他不是来找茬的 大哥来了呀 快快快 进屋进屋 那李老三本以为李老大 是来找他算账的 吓得他猫在东屋里 也没敢出声 听到李老大 语气当中带着笑 也不像是来打架的 这才慌忙的下了地 哎呦 大哥 兄弟我这耳朵不好使 快进屋 快进屋 老三啊 你说咱们是亲兄弟 上一次因为我家 那个不懂事的婆娘 让咱们兄弟之间起了冲突 哥哥我这心里呀 难受 今天打了酒 找兄弟来喝 不会嫌大哥烦吧 那李老三没开眼笑 自然是嘴上 连忙喊着进屋 然后又冲着新娘喊道 加个菜 今天我要喝大哥 好好喝几重 姜李子冷眼看着 李老大是什么人 他很清楚 无力不起早的家伙 心里也是看不上 李老三的 怎么可能会给李老三 拿酒 定然是另有目的 嫂子 我们在西部吃 姜李子知道 这个年代女人的地位 如果说有外客在 女人是不能够上桌吃饭的 不过 姜李子也不想去 听着东屋里 那哥俩高谈阔论 唾沫横飞 他想想都够了 没用的东西 大哥 咱们吃 不用管的 没事没事 我这侄儿啊 还年轻 得向他大哥学习 这诚儿有福 娶个媳妇也有福 我听说 就是镇上大酒肉的酸菜 都是诚儿媳妇做的 姜李子一边咬着包子 一边在听 她的心中也就明白 李老大这次过来的目的 原来是因为酸菜 姜李子就知道 对方过来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个傻子 他能干什么 大哥夸着说了 诚儿媳妇厉害 这酸菜可是他做的 不过伯儿还年轻 以后咱们这个家 没准还是他最有出息呢 是 没啥 一个酸菜 他们就听货郎说的 做出来的 女人家 就是他败家 兄弟 好福气 这以后钱财还不是随便你赚 你可得拉着大哥一把 咱们可是一目同胞的亲兄弟啊 李兰一听到这句话 他皱紧了眉头 很紧张的 他看向姜李子 他们家还是要指着 这个酸菜过上好日子 可是爹是什么样的人 他也知道 要是这酸菜的做法 给了大伯一家 那他们还怎么做 没事 吃饭吧 吃饱了才能够有力气 大哥 这是什么话 这酸菜做法 回头我让他们交了嫂子 大家一起发财 兄弟这话 说得哥哥我这心里啊 暖啊 对 咱们亲兄弟 有钱一起赚 大哥就等着掺光了 那李老大一兵说着 一兵大口地吃着包子 还真别说 这酸菜馅的包子 真的很好吃 李白也放下了手中的包子 他还怎么能够吃得下呢 自个儿嫂子辛辛苦苦 为了这个家 为了弄那些个酸菜 有时候 这手都已经冻红了 可大伯一家 这么欺负自个儿家 怎么爹爹 居然还答应了呢 这多你大伯家一家子做 也不耽误咱们的 来 快吃吧 多吃一点啊 要不然这包子 也得被你大伯拿着呢 嗯 不行 娘 大伯家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怎么能便宜了他们呢 唉 娘也知道 可是你爹都答应了呀 这 唉 娘 这事您就别管了 交给我吧 你们赶紧的吃 没听见你娘说啊 剩下的也都得拿走了 果然吃过了饭 林老大就说 家里的人没有吃过酸菜 将剩下的六七个包子都给拿走了 还说下一次做 他还会来吃的 大 大哥 以后兄弟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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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吃什么 什么好的 都必须要打个的 想 亲兄弟 明日别忘了让他们过去 教教你嫂子 我家白菜有 李老三赶紧的答应 晃晃悠悠的就将那李老大送出去了 然后才回来 虽然脚步是有一些盘山 但看着十分的高兴 李老三此时一副土皇帝的样子就丰富 都 都进屋 我有话说 众人其实都很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全副的都进屋了 那江李子 面无表情的坐在了凳子上 众人都看向了李老三